我想問說 那個舞台對你來說是一個舒服的地方嗎 因為感覺你可能偏內向一點 那為什麼偏內向的人會在舞台上找到自己 因為我之前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我挖滿身 我會覺得我很孤獨 對 就是只有在舞台上我才會 可以跟人 去獲得我的需求 我的不固定的需求 對對對 那為什麼不就跟一般其他人 不夠啊不夠啊 跟朋友這樣子都是不夠的 對 你在那舞台上 就是我需要那個東西 你需要那個spotlight 需要下面的人 我不需要spotlight 我需要那個能量的交流 對 所以你覺得你在舞台上 你跟觀眾連結 比你旁邊的朋友 坐在你旁邊發出奇怪聲音的人還多 呃 我覺得是不同面向的東西 嗯 對啊 不同的energy 就是 那你怎麼樣發現自己是孤獨的 like 你還好嗎 哈哈 不是我想說 你小時候 煩什麼事 哈哈哈 柏洛伊德 柏洛伊德 哈哈 其實我五歲的時候 我叔叔 爸爸沒有抱你 你叔叔 抱太緊 哈哈哈 叔叔有事酒駕 我真的好奇啊 你在dick down的時候 怎麼樣發 怎麼樣discover自己是孤獨的 我覺得大家多多少少 每個人都是 某種程度上是孤獨的 因為我們都是by ourselves 自己一個人來自己一個人走 可是你為什麼會感覺這麼的強烈 因為我覺得這次挖很久之後 我才得到的結論 對啊 因為我其實也會很喜歡問別人說 你為什麼要做喜劇 你為什麼要做喜劇 然後大家的答案 我後來想想也都不是我的答案 所以我會一直去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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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表演就是一直在挖自己的東西 然後這段路程其實蠻長的 其實剛開始我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以不用表演 但是後來越挖越下面就會 就會開始想說 我到底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到最後會發現 原來我很孤獨 你什麼時候得到那個結論的 因為你之前有在 魚蹦星夜表演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要跟Satire合作 你什麼時候發現 在Satire發現你很孤獨嗎 謝謝你 我一時期次這樣 我知道 我在試看 我要怎麼喝 我自己也挺好的 很高EQ的回答 以前在劇團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就是因為我找不到 到底為什麼的時候 那個會很煩躁 然後後來 就是越來越可以接受自己的時候 就是你隨著表演越久 會越的越容易去接受自己任何 會面對自己的慾望 跟一些骯髒面 對就會很坦誠這件事情 然後就 OK好我承認我孤獨 對就這樣 可是你後來 魚蹦星夜離開之後 你跟Satire現在做很多YouTube的短片 那在那個等於是一種線上演出 而不是實際上在舞台上 這樣子你也得得到 你也得得到能量嗎 有有有有 也可以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做網路影片 還是站在舞台上 我覺得我喜歡演戲 對啊 所以可以是任何形式 對啊 因為他只是一種 Output而已 就是我需要有人去接我的Output 然後去Input回來 所以就算你拍一個短劇 線上的那種YouTube影片 那個view超差 你也沒不care 超級不care 一千兩千都無所謂 所以其實你對view數 其實都是 對啊 可是公司會care嗎 那是另外一回事吧 對 不然就解約嘛 不然就解約 你現在很大牌喔 我想說Bankhouse欸 不是 不是 我可以不做這個啊 對啊 你為什麼要發出聲音 發現發出聲音 角色不全發出聲音 沒有 因為我有gay到你來幹嘛 所以我就笑了一下 我們在看這一次的 那個你之前專長的資料的時候 發現 你這一次的專長居然在你生日那天做 為什麼要在你生日那天做 來 你正常的生日 公司對你很壞欸 沒有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因為發現很孤獨 所以你願生日跟大家一起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大家生日 會 就都會做一些東西 然後我反而是抱持著一種 我生日可以提供給大家什麼東西 像我有 前幾年生日就發了一個 我唯一認真的影片 然後會 到現階段會開始 會想要鼓勵大家 或者是分享一些 愛之類的 你剛才你為什麼對愛這麼難以啟齒 愛 對 我還是偏執難一點 所以要想愛這麼 這麼籠統跟肉麻的東西 偶爾還是會 你想要給你的觀眾粉絲一點正能量 對 對 What 我承認了 你看起來超負面的你知道嗎 我覺得大家愛你也是愛你這種硬程感啊 我面對著你 我覺得我的能量被吸走你知道嗎 你覺得他是 你怎麼有辦法給這樣 I don't care 他是像一個洞 你是黑洞欸 我的黑洞 我知道你在彈我 對不對 你在幫我彈 我知道 他自己穿黑色的 不是我做 對 對 快回答 因為 你們也是 怎麼講 一般觀眾 就還是會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 我是蠻用負能量去產生正能量 然後再給大家的 這感覺 對啊 我剛其實很想追問一個短片的問題 但我有點忘記了 所以讓我想一下 好 趕我們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好 剛剛喬社婦說 他其實對尷尬有一個自己的定義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 專堂裡面有講就是 你會尷尬不是我的課題 是你的課題 就不干我的事 我很舒服啊 對對對 可是你從小就這麼舒服嗎 嗯 對 我小時候 就差不多三四 就是四五歲這種 就小時候 然後我就是這副 黑洞一樣的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不會笑 然後 就會有親戚問了說 啊 啊 你怎麼都不笑 結果都沒有笑 我說 為什麼好笑 你三五歲的時候這樣回來 為什麼好笑 然後長輩會不會擔心你說 啊這個小孩子就是有一點 奇怪啊 會會會 然後不開心 要看醫生之類的 對啊 可是 他們之後都會知道說 我好像比較偏門稍微 就不是真的那個 哦 對 對 那你這樣子 你從小在交 譬如說女朋友啊 或是經營關係的時候 都不會被抱怨嗎 會不會說很兇 很兇 對啊 因為我會蠻尖銳的 太直接了 對對對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我直接講核心的東西 然後不要跟我講其他 就不囉嗦 對對對 你成長歷程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是很健康的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沒有被心情過 我們沒有說是看 大家喜歡白白的小朋友 為什麼不是我 聽你聽你 我也要像商行車 一直很想知道那個車裡面有什麼 不是因為大部分 像我們在求學過程 嗯 要跟可能同學們打好交道 或交到朋友 可能大家都會發現說 太直接可能朋友很難交到 所以大家就會 不管怎麼樣 對改變一下自己 就是跟人家相處的模式 想要受歡迎啦 對然後你怎麼 有辦法一直做自己 做到30歲這樣子 我真的超好奇 你小時候 也不是小時候 你在成長過程 因為我也不是不好的人 對對對 可是你跟朋友在交 交朋友的過程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比較難交朋友 或比較不受歡迎 被忽略 不會應該是說我會 我自己有我自己想交朋友 然後我不會去管下來 從小就這樣 對啊 這經紀人在旁邊狂點頭 我看到他在那邊 他沒有發現我在偷看他 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藝人有多難搞嗎 而且我的觀察期很長 就 要跟他變真心朋友 就是我需要 就一直觀察 但是有些人我自己的朋友 會是我第一人 就知道我跟他是朋友 或是會 都還蠻準的 所以你看了凱莉三年 你看到哈哈 終於被圓上原住民議題了吧 好像可以當朋友了 你剛剛給我這種感覺 對 因為你今天對我老實說太吵了 哈哈哈哈 我喜歡很臭的人 你會在那邊一直發出聲音啊 我吵得很臭啊 還好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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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